我媽那時候不讓我們吃外食 所以你也不能買什麼雞排啊 所以我都是那時候 下課偷偷去買然後藏在書包裡面 回家吃雞排 歡迎來到27度公寓的頻道 我是五毛爸 我是五毛媽 在影片開始前 如果還沒訂閱我們頻道的話 記得先幫我按訂閱喔 而其他的粉絲們在觀看影片 同時阿姨記得幫我訂閱的卡 記得讚喔 那各位的留言與按讚 都是給我們最大的支持 支持與鼓勵喔 沒錯 同時在我們資訊欄的下方 有愛用網站的連結 喜歡的人可以點過去看一看囉 今天是大家所期待的 懷舊零食下集啊 嗚呼 嗨 棒了太棒了 那話不多說啦 我們立馬就來開箱吧 Let's go 好的 是的 現在的懷舊零食 真的是越來越難買啦 這次一樣是你上網去買的 我們來看看你買了些什麼呢 我們先來吃糖果類的好了 這其實不是我小時候的糖果 應該是他小時候的糖果 漢堡 我小時候會把它拆開吃耶 真的假的 你會嗎 我真的小時候沒吃過這個 也太巧了吧 就是你買的 然後剛好都買我不會吃的 我會把它這樣拆開來吃說 然後可以吃五次 然後有時候會把它這樣拿起來整個吃 就不一樣吃法 然後會覺得很好玩這樣而已 拿給你啊 這好吃嗎 其實他就是小熊軟糖那種感覺 我覺得這是七年級生的回憶 因為六年級生啊 我們那個年代還沒有這個東西 後期應該有 這個是大家耳熟人想的 足球巧克力 愛吃足球巧克力也在下面留言嘉宜 我愛 我超愛吃足球巧克力 一直到現在喔 長大了喔 百吃不厭我跟你講 它的口味一直都沒有變 吃起來都是甜甜的 然後有巧克力的味道 最好吃 再來就是這個糖果 來 我小時候啊 這個糖果都會挑顏色吃 不知道你們會不會 而且我還要搖到我要的顏色 如果倒出來不是我要的 我也是 會下一個 而且我會把那個我不想吃的顏色 分給我朋友或者是兄弟姐妹 這怎麼難開 然後只吃自己想吃 你喜歡吃什麼顏色 橘色跟紫色 Bingo 我也是 吃怎樣有這麼難開 哈哈哈哈 來來來來來來來 終於打開了 哈哈哈哈 小時候的生油牛奶糖也很有名啊 但是長大之後吃生油牛奶糖 不知道為什麼 都覺得好 怎樣 瘦炒它全部連著 我真的假的 等一下喔 那個廠商是什麼回事 哈哈哈哈 我倒什麼你就吃什麼 喔 黃色應該是 檸檬啦 這罐有個好處 這罐有個好處 小朋友想吃也吃不到 小朋友想吃也吃不到 對 哈哈哈哈 你把橘色搖出來啊 這蝦屎餅 還瘦炒 橘色來 夠了 給你 好 你喜歡吃橘色的喔 橘色橘子口味啊 橘色應該是每個人的最愛啊 就很像芬達 汽水 然後所以就小時候喜歡吃 That's right 對不對 小時候就知道要吃好貨 嗯 呵呵呵 嗯 是不是白色的中間有巧克力 沒有 他都沒有包東西 我想吃洗糖 那個不一樣 這位太太吃東西 嚇得小聲 我當她旁邊這位聽到這樣 欸我不會有人討厭吃糖果的 就是吃其他的零食 但很討厭吃糖果類的 呃 這不好說應該也是會有啦 對啊 這個應該很多人也很喜歡啦 它叫做紅雪波浪片 我看到你買這樣的時候 我好傷心喔 為什麼 因為一種不是買大豬公 或者是鐵板燒 我要跟各位講 很多人都有吃大豬公對不對 蛤 小聲 很多人都有吃大豬公對不對 我跟你講 大豬公 Sold out 那鐵板燒嗎 Sold out 喔 喔 你沒有想到吧 鐵板燒它後來有出那一種 它是串成很像串燒那樣 喔 然後上面有灑白紙嘛 你BBQ了沒BBQ了 這是哪一種 哈哈哈哈 BBQ的那一種感覺啦 二種 這個也是很多人小時候的回憶啦 買不到大豬公 我們買個紅雪波浪片 這個味道也是 小時候好喜歡吃這個喔 喔 有feel 他們會雪魚片很有feel欸 可是小時候就這麼鹹嗎 差不多 好像你看我們小時候在吃 這種不健康的東西喔 哈哈哈哈 你小時候只會直接吃嗎 阿伯爺 你不會吃阿伯爺 不會 你以為是這樣齁 咚咚咚咚咚咚 那時候很紅欸 林鎮英那個殭屍片啊 那時候大家都很愛看殭屍片 阿 我應該不在台灣 哈哈哈 味道還是一樣 再來這個就厲害了 辣芒果 小時候有沒有想像自己吃檳榔 大概 阿你上集想像醜鹽 然後這一集想像吃檳榔 你是怎樣 你是問哪裡啦 哈哈哈 小時候都會覺得這個很像在吃檳榔 然後就會拿一個起來有沒有耍帥 然後假裝這樣 有吐掉嗎 沒有 因為它並沒有什麼紅色的汁 它就很順的就吃下去了 來我們來吃吃看啦 看看跟小時候的味道有沒有變 這個我好像比較少買 好像會辣 對 然後我就不太喜歡 小時候有這一根你怎麼當吃檳榔 這是因為有這根檳榔渣啊 喔 這就是檳榔渣 很酸齁 對它小時候有這樣子嗎 一直以來都是這個味道 有嗎有嗎 現在好像比較沒有那麼紅了 可能把色素拿掉 對 因為怕現在人不愛 再來就是一定也很多人喜歡的 魷魚條 有沒有 這個一定也很多人喜歡啊 這是還有一種是白色的 然後是鱈魚片 對 我好喜歡喔 為什麼 不是白我喜歡吃的 哈哈 我跟妳講其實我也蠻喜歡吃那個 但是很巧的是我買的這個商場啊 它 就沒有在賣這些東西 所以那一天是在賣冷貨就對了 不是很冷貨 這個也是很popular的 還是小時候牙口比較好 它有一點點中間很像吃到什麼 生的麵粉之類的感覺 有一點點 有一點那種 但是這種很容易啊 看電視的時候就這樣一口接一口 對 這個我覺得還好 不知道為什麼小時候吃比較好吃 嗯啊 再來就是 觀眾矚目的 這一個一定有滿滿的回憶 而且是好幾代的回憶 來 趕拍開給大家看看 現在的包裝變成是怎麼樣 一樣 單片的衛生包裝 小時候我也會買這個一整盒 帶去學校 給我同學他們抽 一樣外面就是 快錢抽兩張 然後我就一塊錢抽一張 喔 所以小時候就奸商就對了 哈哈哈哈 我來吃影片看看 有沒有勾起你們的回憶 這一個印刷居然跟以前一樣欸 它沒有差欸 但是以前就寫明謝兩個字而已嘛 對 明謝會顧吧 它就寫明謝兩個字 抽爆它 為什麼我覺得小時候比較好吃啊 它就變很硬 嗯 上一次那個寒雞簽也是啊 便當包裝之後就好硬喔 而且我覺得它裡面 跟小時候吃起來的感覺不太一樣欸 嗯 小時候綠豆高吃起來 比較綠豆高的感覺 它 中獎機率很高欸 我抽四張有三個有欸 可可 年長者非常不適合 要咬下去 嗯 啊還有蛋沒那麼甜 嗯 這一支啊開的這些 都是屬於比較 很 嗯 因為你到底是買了幾樣 我愛吃的 根本數得出來嘛 那你小時候 在國小的時候 你零用錢是多少錢 這不好說 我一天十塊外加走路去上課 喔好 OK 所以我都會把錢存下來幹嘛 你知道嗎 幹嘛 我會去書局買紙娃娃 喔 然後國小的時候 會跟同學 去騎越野車 你不會去書局抽獎嗎 欸我不是那一款的 書局超多學生 那圍在那的欸 然後還有就是 我媽那時候不讓我們吃外食 所以你也不能買什麼雞排啊 喔 我都是那時候 下課偷偷去買 然後藏在書包裡面 喔 回家吃雞排 我小時候好像吃得還好 倒是都很喜歡玩一些 遙控汽車 嗯 喔 對 然後 還有那個有沒有 像啪啪啪啪的 其他的紅色嗎 對對對類似 都玩那一類的 那我們果真是不一樣 對年代不太一樣 一天又一天 一年又一年 迷迷糊糊的童年 大家聽不出來是哪一首 沒關係 童年 李心潔的童年 這首歌超適合童年的回憶的 好棒的一首歌 大家有空可以上去Google一下 喚起了我一點點 小小童年的那種美好的回憶 長大之後呢 的溫度就有一點點 忽冷忽熱了 忽冷忽熱 人情世故嗎 那之外 人的時候 就多多看我們的頻道啦 那今天的影片呢 就到這邊結束囉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請記得訂閱 按讚和分享喔 那我們每週的3、5日 晚上8點都會更新影片 記得收看 記得加入我們社團 還有追蹤我們的IG喔 不錯 想要貼近我們生活美食動態嗎 加入我們官方LINE 按右上角的追蹤起來喔 在這邊跟你們say goodbye囉 掰掰